抗中火 保台中 由韓國瑜全國晉總主委朱立倫領頭 加上9位藍營立委候選人 抗中火 保台中大聯盟統一陣線 統批民進黨的能源政策 4年前蔡英文以民進黨意識形態當中 最重要的省主牌 反核當選總統 4年來核電全部繼續運轉 至少民進黨已經說 他們最快是2025 這個叫拔蠟票 25號台中市長盧秀燕大動作 開閘中火 效應持續擴散 藍營出面現身力挺 不過反對聲浪也不小 立委候選人洪慈英在臉書上開轟 點名盧秀燕上任後 拿中火當提款機 把責任推給中央 更算他唯一做的事情 就是發骨官空氣瓶 台中人不洗塑膠做的 台灣沒有缺電的危機 只有空污的危機 健康部分藍綠 台中人拒絕用費發電 民進黨政府到現在 到現在還一昧的要來包庇 護航台中火力發電廠 要繼續燃放這個有毒的 這個有害的空氣要給我們 影響我們中部 鄉親所有人的生命財產安全 從地方發聲跑打中央 台中的空氣保衛戰 也成了各陣營 炒了地方選情的一步棋 歡迎新聞紅市城李家瑜 台中報導 中央 Christ